日前,马龙在直播活动中总结了自己的2021年 他给出了感恩二字,感谢祖国和后勤保障人员 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一直保持系统训练 还参加了很多比赛,这样才能在奥运会取得好成绩 马龙还回忆了香港之行 他和许昕点燃了香港球迷和市民的热情 活动门票特别抢手 马龙透露,国拼大满贯得主张一宁和跳水民宿郭晶晶都是抢票进场 2021年,对于33岁的马龙来说 仍然是梦幻的 高龄加伤病一度让他停下前进的脚步 但他非常顽强,努力找回最好的自己 终于在东京奥运会未免难担冠军 成为双圈大满贯得主 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好成绩 一方面是马龙刻苦训练 另一方面马龙还感谢了强大的祖国 以及那些默默付出的后勤保障人员 在奥运备战的关键时期 国拼始终保持稳定 可以说训练非常系统 训练之后也总能通过比赛检验训练成果 考虑到当下仍然处于特殊时期 这确实不容易 所以马龙在总结自己的2021年时 首先提出了感恩二字 其实不仅是马龙 中国体育界都有这样的态度 强大的祖国让运动员的训练和比赛没有后顾之忧 其次马龙还谈到了香港之行 那里的市民和球迷特别热情 在室内参加表演活动时 马龙和许昕点燃了球迷的热情 据马龙透露 门票非常抢手 一个小时就卖完了 而出现在看台上的张仪宁和郭晶晶 也是抢票进场 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毕竟张仪宁是国拼大满贯 而郭晶晶是公认的富婆 这两位也抢票才能进场 说明香港球迷太热情了 这其实也说明国拼太强大了 不愧是咱们的国球 在香港拥有太多球迷 另外 国拼和中国香港队本来就关系很好 一起训练比赛 之前 许昕和黄振廷比赛时 黄振廷意外受伤 国拼对一还协助治疗 所以 香港球迷特别喜欢咱们国拼队员 马龙和许昕可以说是拼弹顶级巨星 当然深受欢迎 只能说国拼太令人骄傲了 2021年 国拼拿到了大部分重要比赛的冠军 依然是无可争议的王者 而在备战奥运的过程中 团队还努力进行新老交替 培养了一批有潜力的年轻队员 这让我们对未来更有信心 希望国拼在2022年保持强大 为球迷奉献更多精彩比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